接下來就是我們全球第一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示範給德州州立大學的朱尼教授 翁宇宙 翁教授 你好 朱尼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翁宇宙教授 我們剛剛其實在新聞當中看到 其實美國看起來似乎疫情是稍稍降位 已經可以選擇拿下口罩了 但是在台灣其實疫情是反而升溫的 甚至有醫生認為說 其實我們可能跟第四集 也就是說封城的距離恐怕已經非常近了 而在美國去年一整年 包括疫情比較嚴峻的狀況之下 很多人也都在家裡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教翁教授 給我們台灣的觀眾朋友一點建議呢 是 我們在美國 事實上經歷了過去一整年的時間 其實疫情是非常的嚴峻 過去這一年的時間 大家從新聞當中也可以看到 在美國 在西方的國家 蠻多國家 它的疫情 它的確診人數 都是非常的可觀的 那我們在台灣現在好像在封鎖了 在我們防守了一年多之後 現在遇到了比較緊張的情況 那我個人是說從個人的經驗 包括從家人確診的經驗 可以給大家一些建議 就是以目前的情況來說 我們現在對於COVID-19 對於新冠肺炎的病毒跟疫情 稍稍的有更多的認識 跟西方國家在一年多之前 等於是措手不及 對於疫情 對於整個病毒不太了解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也就是說台灣守的這一年的時間 為台灣爭取到了不少 對於病毒的認識 那麼我們也知道現在在世界上 也有疫苗的出現 只是台灣還沒有取得 但是可以積極的去爭取 那在於未來呢 相信現在西方的非常多的藥廠 都已經在積極研發 所謂的新冠相關的藥物 根據目前的科學家 以及各方的這個說法呢 看起來新冠肺炎的這樣的病毒 很有可能變成一種社會的新常態 在變成社會新常態的情況之下 疫苗藥物以及我們台灣所有朋友的防疫的準備 防疫的心態呢 都相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台灣現在是剛剛進入可能比較緊張的情況 我可以給大家的建議是 至少是先穩定下來 不要慌亂哦 以美國到目前為止一年多的經驗 大部分的朋友在確診之後 包括我們自己家裡面 在確診之後呢 大部分的朋友可以透過簡單的這種傳統的感冒藥物 來把病情或者是症狀克制下來 另外呢也可以給大家參考的是 目前如果你有家庭醫生或者比較熟識的醫護人員呢 不妨建立一些群組 在如果家裡家人有確診的情況之下 至少心情不會這麼的緊繃 可以隨時取得聯繫 像我個人就是因為當時有醫生的協助 所以在我們家人受到這個確診的情況影響的時候呢 雖然緊張 但是至少心裡有一個底 有醫護人員給專業的諮詢 尤其在台灣我們的醫護人員的比例是蠻高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至少心情的恐慌可以稍微降低 未來這幾個禮拜會是台灣的關鍵期 就如同我們在一年多之前在美國看到的一樣 也許數字還會再上升一點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了解病毒已經一年多了 我還是要呼籲哦 只要大家團結團結抗疫 願意把每一個小細節做好 請洗手戴口罩少出門 配合政府現在的大家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相信台灣可以繼續把我們的這個疫情控制在合理的範圍當中 好那我們再來關心到 其實在川普時代的時候 美國是大力的圍堵了大陸的企業華為認為會有資安的風險 而且呢美國也警告使用華為的相關產品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但這些話呢顯然非洲亞洲還有拉丁美中的部分國家還是沒有聽進去 最後選用華為提供的雲端還有政府的醫化服務 就是會擔心會踩到所謂的相關的資安紅件 而且這些部分的國家都是跟華為簽署基礎設施的合約 是不是也代表說如果美國失敗的狀況之下 在當地這一些所謂的非洲拉拉丁美洲的這些國家 他們到底考量什麼是考量價格嗎 還是他們認為說其實安全以現在的條件來說 並沒有這麼有重要呢 是至於其實你提到這個問題呢 我們要看一下時間點哦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時間點 在2020年就是川普還在任的時候 美國對於這些國家對於所有的 包括非洲或者是開發中國家 還有重點是拉丁美洲他自己的後院 施加蠻大的壓力 要求這些國家盡量的配合美國限制華為 尤其在5G的建制基礎設備的建制上面 來自美國的壓力 來自川普政府的壓力是非常的強大的 但是在時間點往後推移 當時已經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開始了 時間點往後推移 在拜登上台之後 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減少了 也就是說在美國政府 沒有這麼強大的限制的情況之下呢 再加上中國大陸現在針對疫情呢 有所謂的疫苗外交 導致很多的國家在疫苗 以及5G的建設當中做一個取捨 國內的壓力其實非常的大 尤其在發展中國家 他們在疫苗的疫情的控制上 其實非常不是很理想 我們就舉拉丁美洲的國家為例 其中最有趣的就是巴西 為什麼說有趣呢 是巴西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 是川普的好兄弟 巴西的政府非常非常支持 川普的所有的政策 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的不友善 在2020年10月11月的時候 國會就已經在針對新冠肺炎的 這個疫苗的部分呢 國會提出來要跟中國政府去交涉 所謂的4500萬劑的疫苗的採購 中國的疫苗採購 但是當時的巴西的總統呢 就完全的予以否決 認為巴西不應該把這個連結在一起 認為巴西不應該在5G的 未來的5G上面變成受到中國的影響 當時巴西總統是這麼說的 但是很有趣 在今年2月的時候 巴西總統派出通訊部長到北京訪問 訪問哪裡呢 拜會的就是華為 而且拜會華為的時候 公開的表示在華為的這個 跟華為未來的合作呢 希望可以透過華為爭取到更多的疫苗 所以從2月他回通訊部長 拜訪北京回來之後 兩個星期之內 2月底巴西政府 未來的整個全國的5G的基礎建設 他的投標限制呢 就把華為重新讓他允許華為加入投標 這個只是一個例子 從巴西的例子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5G的基礎建設上面 雖然過去在川普時代 向很多的國家進行一些壓力 要求他們跟美國合作 站在美國這一邊 但是在疫苗 就疫情升溫之後 尤其在開發中國家 他的疫情控制 並不是很理想的情況之下 來自國內的壓力 已經讓他們沒有辦法 再堅守所謂的5G而放棄疫苗 現在中國大陸的疫苗 在拉丁美洲國家 非洲國家 或者是南亞國家 其實他算是非常有賣點的 因為相較於許多現在的主流疫苗來說 科興跟國藥這兩支疫苗 它是相對成本低廉的 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 這樣的疫苗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幫助 對於他們國內的疫情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國內的政治壓力 已經讓很多的拉丁美洲國家 或者剛剛治愈所說的 甚至非洲國家 可能承受不了這種壓力 必須要跟華為進行一些合作 用開放華為的限制 對華為的限制來換取疫苗 所以在這樣的疫情 尤其是疫情已經走了一年多之後 中國大陸的疫苗外交 確確實實拓展了華為 對外發展5G的可能 這也是未來美中之間 在科技戰跟貿易戰上面 非常值得關注 因為在這個 真的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改變了整個國際局勢 跟國際的交鋒 所以在國際的交鋒方面的話 其實現在美中也希望來 包括有些競爭的情況 甚至美國跟日本韓國 三國的領袖會議 現在傳出有機會 在6月中旬 也就是G7的會議期間 政治來展開 到時候包括Joe Biden 還有菅義偉 甚至文在寅 都有機會來面對面 討論了印太戰略 包括是中國大陸 還有朝鮮問題 怎麼應對 這也是2017年以來 三國首次舉行的領袖會談 我們要持續來請教翁教授的是 包括在這一次的會談 很明顯一定會討論到中國大陸 一定會討論到北韓 但是其實我們回顧了 包括上個月的時候 日韓的外交部長 領袖 外交部長的會議上 其實是沒有共識 在這一次的領袖會議上的話 三國 反而當中的日韓關係 會不會變成半角石呢 其實日韓關係一直都是非常大的一個疑慮 對於美國來說 美國非常需要亞太地區的盟友 這兩個日本跟韓國攜手合作 站在美國這一邊 我們之前就說過拜登政府面對很大 很沉重的內在的壓力 現在不只是內部有壓力 現在如果大家關注國際新聞就知道 尾巴之間的衝突也讓美國承受到更大的壓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跟日本韓國在6月11號到13號 所謂的G7的會議當中的一個會外會 基本上他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 是說美國必須在這樣的一個會面當中 尤其是拜登主帥出馬 一定要在這樣的會議當中 把美國所需要的合作的部分 完整的得到一個確實的答案 也就是說他在這樣的會議當中 一定要得到日本韓國願意攜手 針對北韓的問題 針對亞太地區的穩定的問題 甚至在共同抗議的問題上面 是不是能夠取得一些解決之道 日本韓國可能會更需要美國給予疫苗的協助 或者是在疫情的協助 那就是說交換來說 美國會非常期待日本韓國 在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上面 日本韓國可以提出更多的幫忙 所以雙方各自有利的情況之下 就如同我所說的 美國現在必須要非常非常全力的 讓日本韓國不管有多少的衝突或跟摩擦 都必須要讓他盡可能的調停下來 讓他們真正的願意跟美國合作 因為對美國來說 現在最大的利益 就是把這兩個國家的資源 劃為己用 納到自己的這個陣營來 所以六月十一號到十三號 G7這場美日韓的元首會議 對於美國未來拜登政府接下來的施政 整個的全球佈局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來關心到美國的軍事佈局 其實美國成功研發了遠程超音速飛行武器 但是從頭到尾都不願意證實相關細節 而現在美國的陸軍也首度的打破沉默 強調這一款飛行的這個武器呢 飛行距離可以超過兩千七百七十五公里 所以如果對比這個相關的飛行距離來說 似乎有非常多耐人尋味的地方 我們持續來請教汪教授 是 其實洛克希特馬林公司 跟美國軍方的這些合作 合作研發的這些長程飛彈跟中程的飛彈 近期都不斷的在新聞當中 有一些露出 有一些揭露 關鍵就在於洛克希特馬林公司 跟美國各大軍火商 現在正在爭取美國國防部的預算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蠻多的報導 但是我們之前就在上個星期才報導過 所謂的中程的大概在四五百公里左右 射程的所謂的精準導彈系統 也是洛克希特馬林的另外一項 正在研發當中的產品 前上個禮拜我們說到這個中程的飛彈系統呢 跟台灣會比較有密切的關係 是因為之前在2020年10月 美國國會批准受給台灣的一個發射系 在路上的發射系統 是可以搭載這個新型的中程的精準導彈系統 問題是未來到底這個飛彈研發之後 願不願意出售給台灣 但是至少我們有發射系統了 那今天再次揭露出來的這個長程的飛彈系統呢 它的射程有長達2700多公里 根據美國媒體的揭露跟智庫的報告呢 這個飛彈系統呢 只要能夠建置在關島地區就已經足夠 它的射程就已經足夠到達台灣 甚至打到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 感覺起來是建置中國 不過我們在這邊要稍微提醒一下 除了這個軍火商他們展示的武力 希望可以得到預算之外呢 其實有一點值得大家關注的是 美國這幾年在國防部整個對外的 軍需的需求跟研發當中 大家有沒有發現它越來越關注 所謂的飛彈的系統 甚至長程飛彈系統 把大量的軍備的這個預算 放在所謂的飛彈系統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盡可能要減少未來戰爭當中 可能出現的人員傷亡 我們一直在說台灣很期待 所謂的戰略清晰啦 或者台灣期待美軍協防喔 我們期待的都是美國的軍方 真的有辦法協防 如果台海發生衝突 可是你看到美國軍方的戰略的規劃 看起來是要盡可能減少人員傷亡 也就不派兵的情況之下 如何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研發出非常多的中程飛彈 長程飛彈 你可以想像未來美國 不論是怎麼樣的介入軍事的衝突 它可能會採取的行動 都是以發射飛彈 或者是一個遠程的遙控 或者遠端的戰爭 而減少美軍傷亡為主要的目的喔 那麼我們再回到剛剛所說的 台灣所期待的很多朋友們可能所期待的 是美軍真實的投入台灣的戰場 跟美國現在的戰略的需求跟戰略的安排 好像不是那麼符合 換句話說台灣看到這些飛彈的研發 可能要更加的去思考說 美國未來的國家利益 軍事利益 軍事的準備 如果是朝向盡可能無人 無投入軍力 無投入這個實體的軍力到戰場的話 那麼台灣在軍事的準備上面 也許就要排除期待對於美軍 可能會真的有真實軍隊駐防台灣 或協防台灣這樣的一個想像 或這樣的一個期待 那在台灣的軍事準備 是不是要重新做一個思維 或者全體台灣民眾 是不是要提高我們自己的國防意識 我想從這樣的一個軍事的發展的態勢來看 我覺得台灣必須要集體來做一個 好好的冷靜思考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在這個週末 包括尾巴衝突是越演越烈 像是美聯社還有半島電視台的大樓 也遭到了炸毀 美國總統Joe Biden 其實也首度的致電 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他要求巴勒斯坦要停止攻擊以色列 而且重提了兩國方案 希望可以藉此來解決爭端 不過說到這個尾巴的衝突 像是美聯社半島電視台 這些標誌性的媒體性的意味 現在被造到炸毀 其實恐怕會讓人覺得似乎以色列是有恃無恐 尤其是美方現在力挺以色列 那坦雅胡似乎也完全沒有要把這個戰爭的情勢降溫的狀況 是不是其實包括在安理會的部分上 其實在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也點名說美國要因此負責 會不會衍生出新一波的美中交鋒呢 王教授 確實是這樣 美中交鋒現在在聯合國的安理會針對尾巴的衝突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值得全球一起來關注 尤其在台灣呢 我們應該看一下尾巴衝突 中美之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什麼樣的情況喔 我們知道聯合國安理會呢 15個會員國在星期天 就是剛剛剛剛過的這個星期天的上午呢 招拍了一個臨時的會議 它是一個公開的視訊會議 讓全球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中國外長王毅剛好是這個月的 這個聯合國安理會的這個主席 輪值主席 中國大陸外長王毅在這一次公開會議當中呢 直接點名批判美國 甚至可以說打臉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聯合國安理會在過去這一個禮拜當中 其實已經私下召開了兩次會議 之前就已經說要公開會議 但是美國都阻擋下來 為什麼美國要阻擋呢 因為就如同剛剛新聞當中 至於所說的 美國一直想要 美國的立場呢 是支持以色列的 當然受到美國內部 有非常非常強大的以色列的社群 在後面支持 在後面影響政治 所以美國的拜登政府呢 他也表達了對以色列政府的支持 透過聯合國安理會 如果聯合國安理會 召開公開的會議 基本上發出的聲明 一定是雙方各打50大阪的中立式的聲明 這是美國不樂見的 因為美國必須要支持以色列 所以在過去這一個禮拜 美國都盡可能的讓安理會的會議 是關門會議 是私下舉行 但是後來發現呢 這個即使派了 美國派了中東特使到以色列 但是調停看起來沒有那麼容易喔 所以美國才耐不住壓力 必須要召開這個公開的會議 那果然透過公開的會議 中國大陸外長就直接點名 美國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上面呢 似乎違反了美國所號稱的人道的精神 很顯然的是要回應美國在拜登政府上任以來一直強調的人道喔 王毅強調說美國不符合人道精神 因為明明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受到這麼嚴峻的攻擊 好像美國還是選擇站在以色列這一邊 美國是不是真正的扮演領導人的角色 公正客觀的領導人角色 也去批評美國所謂的國際關係 國際法規按照國際常態回到國際法規 可是美國自己好像帶頭呢就選邊站 中國大陸其實是抓到了機會啊 狠狠地打臉美國 其實拜登政府呢也相當無奈 因為他們受到政治的壓力 如同我們說的內政的壓 內部來自以色列社群 猶太人社群的壓力太大了 導致拜登政府不得不選邊站 現在給了中國大陸有一個非常非常強的一個立場 在聯合國安理會來到機會 可以好好的讓美國得到一些教訓喔 或者是打算要打臉美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想像中國大陸這樣子 曾高欲呼甚至強調中國大陸 願意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幫助巴勒斯坦人民 而且強調呢 中國大陸願意去扮演一個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間的 調停者的角色 事實上如果我們再深度的解析 中國跟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關係 相較於美國可能只跟以色列的關係比較好 跟巴勒斯坦其實沒有太多的交集 相較之下中國或許呢更有一些機會可以在以巴之間取得一些話語權 甚至扮演調停者的角色 如果真的是如此 如果真的讓中國政府在以巴的衝突當中 扮演一個友善友好調停者的角色 如果成功的話你可以想像阿拉伯世界或者是在巴勒斯坦中東地區的國家呢 本來可能就已經對美國沒有太大好感的這些國家 非常有可能更願意把中國當成世界未來的共主 這是中美之間交鋒美國最不想看見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現在要積極的去調整一些策略 因為如同志祺所說的兩國地位的如何和緩呢 是美國現在要趕快去做一些調整的 對 以巴的衝突還值得我們繼續觀察下去 我們再見也非常謝謝翁教授 接著我們的訊息連線 謝謝翁教授